好 非凡抢先报电信王子玉堂先生你好 明轩各位同志们大家好 哇 这个上市再加上跪上涨的加速 加涨停的加速有1500多档 对 真的这个旁边的一个多头的气氛 真的是相当热闹 尤其今天的预估量来看 就会来到大概2500 2600 代表说整个量增价仰配合新台币的汇率 持续走升 之前的动能看起来是没有疑虑的 因为那支加外支的一个起立买操 当然今天动到的产业族群 真的分布是非常的广 那第一个当然顺着这样的逻辑 我觉得顺势而为的操作 不是要投资人盲目去追高 但是从现在的一个市场气氛来看 当然我们择优择抢 比较具备所谓趋势偏多的产业 我觉得可以比较认真去看待 当然你在当中你可以挑选相对在低档的 好 举例来说我们看几个族群 其实我觉得电竞 NB 游戏 它是一整块 比如说我们上次谈到的 PS5的供应链 在这次上周也有谈到 里面也谈到电竞 因为以NB端来看 Q2是有几单效应 因为这是罕见的几单 因为远距着交血带动 那Q3来看 目前这一块的动能其实并不弱 再加上在第三季 又是所谓的电竞游戏的传统旺季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跟这个电竞NB比较相关的这些产业 你可以把它持续做追踪 也是最近法人都有琢磨的 你可以看到像是2377的维新 当然它比较强势 外资已经从5月份开始加码做布局 然后再来比较高价的 也是主攻电竞品牌的 像是2357的华硕 先前因为除息股价有下来 不过在除息前 投信6月份也连买了一个月 股价也来到波段新高249 这个很标准 就是说投信看好他们第二季的业绩增长 那来到第三季 尤其你在NB端 比较偏电竞这一块的 绝对有机会受惠 那再来如果说挑选相对来说 我们刚刚跟各位谈到的逻辑 在NB端比较低机器的 类似你可以看到像是4915的自身 因为自身做的是这个 像是键盘滑鼠 甚至到所谓的耳机音声学 电竞NB的一个周边的 零组件的一些组装代工的生产 那目前来看投信也在过去 6月份以来也连续买了一个月 买了将近3000多张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位阶相对来说 是比较偏低一点 因为年限还没有越过 所以从他的逻辑去看 投信的买盘 他是看好NB 尤其在电竞这一块 我觉得在第三季 他们的营运状况会不错 那投资人当然你可以 试着找一些 相对在低档的 我认为他应该有机会 伴随着业绩的一个表现 往上去做一个电高 那再来第二块可能是在IC设计 IC设计当然已经走强了一长段的时间了 那今天又在联发科的强势填息之下 把整个IC设计不管高价的低价的同步性的带动上来 当然你说要涨到真的低价低机器的IC设计 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 因为你看像联发科的这个转投资的洋志 你说都没有赚钱的公司 股价这一波可以飙涨成这样 当然我也不建议投资你在这个地方再去追高 那从既然市场的资金看好IC设计 甚至在下半年的消费IC产品 甚至我们刚刚谈到的 比较具有题材甚至业绩支撑的 如果下半年来看 在我们这次上周有谈到像PS5的供应链当中 如果现在比较位阶较低 法人有开始布局的 类似像NCU的新唐 代号是919的新唐 因为新唐它是打入到Sony 好像是在手机摇杆 跟这个所谓音效晶片的一个部分 在这次PS5的一个新机当中 应该也有机会拿到不少订单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 或许在上半年的营运状况不是很好 不过你从它四五月的营收来看 我就可以秀出一些端倪 分别是年增20%跟16%的成绩 甚至五月的营收 几乎也要写下从去年九月以来的一个新高 那以4919新唐来看 目前的位阶相对较低 因为你整个IC设计股来说 它还压在年线之下 而且下半年还有PS5的提产 我认为投证你可以从这样的逻辑 也许也可以找出来一些 比较体质基优的个股 甚至顺着最近营收公布有成长的个股 如果说位阶还在低档的话 你也可以去关注到 是不是后续能够得到法人买盘的认同 像是在最近公布出来 月增年增成长的 类似像中探针 因为中探针不管在TWS的一个充电装 充电装置的布局 甚至到现在台厂这个GoGo Road 电动车电池的一个探针的一个部分 它也是主要的供应商 那如果营收都出现 缴出月增年增的成绩 那顺着这样的逻辑 股价还压在年线之下的话 类似这种业绩成长股 我觉得投资人在现阶段这个行情 还是可以选择一些好股票 逢低做布局 OK 那我们今天的在尾盘 这边能够持续 当然因为目前的一个位置 仍然还算是一个颇高姿态的一个演出 这时候点火的相关股 帮我们做个扫描好吗 包括了西华 群创 中探针 金像店 宏达店 开发金 华南金 元大高股息 华兴 最后30秒 好 其实刚刚谈到西华的部分 甚至也是上礼拜四 我们在股市店有谈到的产业 石英元件 对 其实石英元件今天看 当然最早动的是经济 因为它算是我们龙头指标 那今天早盘先过前高71 不过既然我们聊到的 整个产业走多头的话 会把后面跟进的股带下来 这个石英元件我们大概少一下 台加速公道涨停 加高间涨了2% 然后西华的部分刚刚尾盘也拉起来 大涨了8% 这就很标准 也是受惠5G产业带动之下 能够受惠的这个领主件 非常感谢 尤其已经出刊的 《非凡商业》周刊当中 电竞网址特别把这个PS5 还有包括了游戏 包括了整个线上 还有手游的相关的电竞的 都跟大家持续的做一个追踪 真的很棒的内容